房车旅行如何尽可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图文相符的驻车地 一个车都没有 房车旅行两个月来 优理的房车之情总的而言相对顺利 在驻车地的选择上也只有过一次失误 那就是在软件上标记的 在天津有水有电有充电桩的房车营地 实际考察之后确实已经停用 并且停满了私家车的状态 除此之外一切都好 那优理是如何找寻驻车营地的呢 优理先给大家推荐几个软件 高的地图 窝窝 帮阁下自驾 互有序小程序 司机之驾小程序 先分别介绍一下这几个软件 首先 高的地图里可以设置车辆的长坑高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地规避很多愿望路 优理在这一路就只遇见过两次限高问题 总的来说 高的地图本身就能解决很多房车行路不畅的硬性需求 窝窝这款软件用户很多 地图上所显示的注册地也很多 但是定位不准确 废弃注册地较多 功能误差这样的情况比较多 帮个下自驾 能够更细致地展示注册地的周边补给 比如适逢免费 洗手间和水电等等 但是软件适配度很差 经常会用一用就卡崩溃 去会有这个小程序 应该很多资深自驾者都在用 地图上所标注的信息基本准确 但是分享的注册地数量较少 司机之驾小程序 入住此平台的站点功能性是最齐全的 但注册地普遍都在国道郊外等偏僻地区 下面有理来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软件的操作方法以及如何配合使用 有理每次从一个注册地到另一个注册地之前 先会做好路线规划 如果出发地和目的地相隔较远 先设定好总路线 并确定路程中会经过的地区 然后在窝窝软件上进行初步的筛选 如果有选中的营地 再使用帮格下自驾 确定一下这个营地附近是否有洗手间的设施 如果在行程中房车是缺电的情况下 我会使用去会友寻找一下是否有充电桩的车位 而如果房车有太多需要修整和补给的状况时 有理会打开司机之家 看一下到目的地附近之间的站点 我们可以在小程序上清晰的看到 站点 是否有洗衣机 淋浴室 充电站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有些司机之家站点没有入住到小程序的地图里 但很可能它们的位置方位更适合你的需求 所以尽可能的多软件配合使用 能够极大程度上的提高我们找到完美注册地的几率 好了 这就是优理在旅行中少走冤枉路的技能 如果你还有高招的话 欢迎评论区补充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